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出来它的神秘的极富艺术夸张的这样的一个面相 它又跟中原文化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在过去我们中国出土的青铜文物 甚至在全球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青铜的出土器物上面 都堪称绝品 没有发现过第二例 那这就证明了三星堆文化它的独特性 它的地域特色 现在的几个祭祀坑还在继续清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现在又在它的周围发现了小型的祭祀坑 那么这个发掘工作告诉我们 三星堆的祭祀活动它是一个整体 除了有祭祀坑的存在 还有为祭祀坑所做准备 或者说是祭祀程序当中的某个组成部分的 其他的考古遗迹的发现 其他的祭祀区域里面 比方对方十字动物 这个就是跟金沙的祭祀就非常接近了 所以重新要思考三星堆祭祀 它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 祭祀的类型也是丰富多样的 至于再发现大型的祭祀坑的可能性呢 目前看来比较小 目前看起来七号坑八号坑和过去发现的二号坑 它们之间很可能有密切的联系 当中很多器物都可以进行拼队的 就说明这三个坑 它们是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时期形成的 所以将来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多的器物的拼队 来展现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三星堆文化绝不是空写来风 不是无源之水 也不是无根之木 三星堆文化是根子于中国大地 而且产生于古属 三星堆跟中央文化的关系 文献有载 它的内核和它的基本的底色 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一种表现 在三星堆研究当中还可以展现出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 通过三星堆不仅可以丰富中国青铜文化的内涵 中国青铜时代的这种艺术创造 同时也通过三星堆 我们能够跟世界对话 能够看到世界其他文明当中 我们的某些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价值观